九亿人收官了 这是看过最可泣 最美主角光环的结局 让人如梗在喉 不吐不快 孟晚和吴莲再一次对簿公堂 本以为这次赢面很大 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结果还是被巧舌如簧的吴莲 套着狡辩和阴险 扭转乾坤 就在孟晚彻底没招了的时候 官家和老百姓来了个出其不意 最终 再一次发生反转 最终的结局 当然是大快人心 但也有很多易难平 不怕反派坏 就怕反派智商 情商都太高 太有头脑和心机 自从孟晚跟吴莲摊牌 让她知道孟晚不是艺人在战斗 还有刘欣 冯大等这些艺人后 孟晚就开始打明牌了 孟晚继续筹谋着后续的复仇计划 吴莲也没闲着 机关算尽 分别对柳三娘和李春风下了死守 孟晚一直都在预判吴莲的预判 还是失算了 吴莲软禁柳三娘 举办刺绣大会 就是为了引其他的艺人现身 好将他们一网打尽 孟晚和吴莲都失算了 孟晚从张荣儿那里得知 张荣儿记录了吴莲的非法收入 账本就藏在吴家祠堂 孟晚派李春风偷账本 却没发现他们被吴安跟踪了 于是吴莲在祠堂设下了埋伏 李春风牺牲了 与此同时 吴莲也没料到柳三娘会如此英勇大意 柳三娘被吴莲用铁链锁着 谁都打不开 最后她为保全同伴 自焚于秀楼中 此局 阵仗很大 场面悲壮 双方都损失惨重 可以说是打个平手 九亿人牺牲两名义士 吴莲的烟雨秀楼毁于一旦 名誉 声望 财产尽毁 本以为吴莲金城梦碎 命数已尽 没想到她还有一招 张荣儿痴斋念佛七年 早已不想再跟吴莲同流合污 为了合理换取自由 不得不应了她的胁迫 也就是由张荣儿母亲充念 去求朝廷的亲戚 为吴莲卖官欲绝 小小文秀院的官职 吴莲为何如此在乎 一是因为 只要她去了京城任职 她的案子就只能交由大理寺 孟晚他们就起不到作用了 意味着她永远无法被定罪 二是因为有了文秀院的职位 吴莲就可以搞起垄断 再也不被黄继绣装威胁 也不再受宁国公夫人控制 张母给吴莲办成了此事 她只需要等待观印文书即可 这给孟晚一帮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他们必须在短短数日 找到新的应对办法 他们若是在吴莲进京任职之前 帮不倒吴莲 例如兰 柳三娘 李春风 就白牺牲了 此案将永远不会再赢 不但受害者白败受害 还会有更多的无辜者被侵害 好在田晓玲及时赶来 当街拦住了楼明章 跟孟晚一起状告吴莲监乌 令如兰一案再次声唐 这次还增加了新的人证 物证 有令如兰的哥哥令郎 七年前被吴莲收买的宋师赵玉成 吴莲的心腹无安 以及丁如的那方手帕 可气的是 人证物证俱在 吴莲依旧能成功脱身 吴莲太会狡辩 阴倒黑白 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吴莲挨个反驳了在场的所有证人 令朗是令如兰的亲哥哥 赵玉成是孟晚的表哥 他们都是原告的亲人 证词不足为信 黄娇娇跟烟雨秀楼是竞争关系 出来作证是在打压他 所言根本不可取 无安就更不用说 答应好的作证 又反咬一口 自然是吴莲计划中的一环 就连田晓玲豁了出去 不顾女子的清白和世俗眼光 当众露出肩膀上被吴莲侵害的证据 都能被吴莲以秀楼的惩戒方式为由 撇开根本案的关系 田晓玲肩膀上的那朵落霉 是吴莲用秀花针秀上去的 这得多痛苦啊 本以为吴莲侵害秀楼女子的方式 只是发生性关系 没想到还有如此凶残的暴力伤害 就因为田晓玲说开在枝头的梅花 比落在雪中的更好看 吴莲就大怒 把落霉秀在田晓玲身上 何其残忍 在此之前 还有老百姓站在吴莲这边 当看到田晓玲身上的伤疤时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什么样的惩戒 需要如此伤害身体 这一次 大家终于相信了令茹兰的冤案 终于相信了吴莲十恶不赦 所以 即使这一次令茹兰案又败诉了 但是已经赢得了公道 这一次 孟晚还没主动发动其他的受害者 他们就已纷纷命名举报了吴莲 包括秀楼的仆人 嬷嬷们 因为他们也是有女儿 孙女的人 能够感同身受 再也不愿助纣为孽 淮州府乱作一团 老百姓纷纷觉醒 为公道发声 吴莲还执迷不悟 骂战出来作证的人不知廉耻 吴莲被带走时 文书和官印也刚好送到 真是讽刺 此事已经传到太后和官家那里了 吴莲还不认罪 真是可笑 其实这是孟晚下的最后一招险棋 还好她这次赌赢了 遇到了明君 否则自身难保 孟晚在国公夫人献给太后的怀金秀中 藏了对吴莲罪行的控诉 太后得知后 大怒 官家亲自下旨 从众探绝 百姓的声讨 官家的口语 吴莲插翅难非 最终 吴莲被仗打三十 被判流放西北三千里 终生不得赦免 吴莲最后也成了她自己口中的落眉 她双手残疾了 还在大牢里绣梅花 绣得惨不忍睹 曾经绣得一手好梅花 天下文明的吴莲 最终栽在了自己的手上 最后她不堪其辱 吞针自尽 吴莲的结局 很惨 很痛 但那些被她戕害的无辜女子 更惨 更痛 她们可是什么都没做错 吴莲恶事作尽 这是咎由自取 可悲的是 她到死都在向她最爱的小娘发出疑问 莲儿真的做错了吗 她执念太深 一念承诺 大错特错 大恶特恶 公道和正义这条路 注定是荆棘从生 曲折坎坷 总有人要先站出来 开荒披露 也总有人要牺牲 唤醒世人 若不是令如兰的坚决和易死 或许孟晚和九亿人也没这么坚定 连死都不怕了 还会怕吴莲这些恶势力吗 令如兰如此 柳三娘也是一样 柳三娘一生洒脱 爱自由 向来不为世俗羁绊 不惧生死 自从七年前陪令如兰站到公堂的那一刻 柳三娘就已经做好的了牺牲的准备 只是没给她这个机会 直到七年后再次遇到圆梅 柳三娘心意已决 坚决跟孟晚一起战斗到底 所以在生和大义面前 柳三娘选择了后者 她死得其所 死得壮烈 每一位加入复仇者联盟的意识 要么是跟吴莲有仇怨 要么是心中有放不下的人获释 李春风和柳三娘是出于一样的原因 基因最真实之人受到了欺辱 伤害 李春风和田晓玲是青梅竹马 狼情惬意 李春风寻了田晓玲七年 杳无音讯 直到在落眉图上看到田晓玲的名字 李春风才知道田晓玲也遭了无怜毒手 决心报仇 因为太在乎田晓玲 所以李春风始终不愿意逼迫田晓玲站出来作证 不想她再提伤心事 李春风到死都在护着田晓玲 也是因为她的死 才唤醒了田晓玲 田晓玲才不再逃避现实和自我 无怜得到应有的报应后 仿佛天下终于太平了 孟晚一帮人欢呼 放下前尘旧事 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各自安好 孟晚终于了结了此生最大的心事 去云游四海 一人隐居 冯大也算报了令如兰昔日对她的救命之恩 继续做标投生意 田晓玲终于不再束缚自我 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回家看望父母 沈墓完成了一件替天行道之事 可以回皇城私赴命了 以后继续行侠仗义 刘欣总算对得起令如兰的那只簪子了 她被官复原职 但不愿意再干这行了 九亿人的结局 很现实 是真的没看到主角光环 比如孟晚凑齐心的证人 在一次升堂时 我以为吴安真的被说服了 她妹妹真的是她的软肋 我以为再坏的人 也有人情味的一面 终究是我高估了人性 比如孟晚号召所有受害者 站出来的那段肺腑之言 听得我都起了鸡皮疙瘩 很震撼 还以为堂下的高澄澄 以及众多被伤害过的女子 都会站出来 结果她们都不敢 这才是现实 她们一旦揭开伤疤 以后的日子未必会好过 匿名才是两全的办法 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受害者之仇中得报 已故的人可以安息了 他们尚在人间的挚友 也终于了结了愤懑仇怨 血债终于血偿 虽然这是七年前的案子 但此案 此结果 也给天下心怀恶意 图谋不轨之人 敲响了警钟 不管是身居高位 还是鸿儒朔学 亦或是俗世无名之辈 作恶多端者终将伏法 心存侥幸者也终将落网 善恶终有报 结案时 孟晚说的那段话 正是九亿人复仇的意义 也是九亿人的意义 对现代人有警醒作用